年轻人不结婚到底侵犯了谁的利益 为啥全社会都在逼婚 为什么不敢说呢 根本原因就是资产价格被不断推高 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积极固化 年轻人看不到希望 大家都知道年轻人为什么不愿意结婚 不愿意生娃 大家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 但是没有人敢明着说出来 都是只看结果不看过程 我觉得根本原因是信心 年轻人看不到希望 房价 就拿房价来说 年轻人看着一次次调控 然后又看着一边调控一边大涨 他们会怎么想 他们会想 我这辈子 不 我十辈子也买不起房啊 而且没办法解决 房价永远都不会降到我买得起的价格 年轻人根本没有信心 靠自己能够买得起房 没有房拿什么去结婚 收入 我最近才知道 原来超过35岁不能考公务员 原来很多企业不招超过35岁的中老年人 那职场上年轻人也是看不到希望啊 结婚 35岁孩子嗷嗷待哺 自己招不保息 怎么办 养老 延迟退休还是来了 不仅仅是我们要干到65岁 只是目前 以后说不定是75岁 我们的父母也要做到65岁 结婚了孩子谁带 我觉得 年轻人已经在用子宫 对这个社会的教育 医疗 房价投票 不解决这三个问题 稍微有点责任心的年轻人 都不会生孩子 补充 说完了房价 我们再说说教育和医疗 你以为房价够呛了 教育更需要投入 一个培训班就大几千 没有学区房你的孩子 只能去差的学校 不去培训你的孩子 就会输在起跑线上 有位大人说 孩子仅赢得了分数 也赢不了未来的大考 用词很巧妙紧 那如果我在教育上投入不多 我的孩子将来 就很可能是快递员 流水线工人等 这些低端产业的打工人 如果可以 我宁愿他没有来到这个世界上 说完教育 我们再说说医疗 我实在不敢想象 如果我父母或者自己得了大病 该怎么办 那就是一辈子负债累累 婚姻 就是把这种可能性成倍放大 夫妻双方 乃至孩子 乃至对方的家人 只要有一个得了大病 大家都得负债累累 这不是小概率事情 你看 教育 医疗 房价每一个都对在年轻人面前 不解决这三个问题 你再怎么劝 再怎么利用 年轻人也会用子宫投票 说什么年轻人 喜欢单身 说什么现在的年轻人 低欲望 都是扯皮 谁想单身了 至少大部分人 都不想一辈子孤孤单单吧 然后你再看看那些炭花 一两千就可以玩很多女大学生 还一瓢养瓢 如果这个社会 能让年轻人看到希望 那些二十几岁的年轻女性 会为了区区千百块 出卖自己的肉体 那些有点小钱的男人 可以享受到那么多女生 为什么不去思考 这个社会的问题 而是片面指责年轻人 不愿意生孩子 那我想问 您当初怎么不考北大呢 是因为不想吗 科普来源于百度百科 有一年发生饥荒 百姓没有粮食吃 只有挖草根 吃树皮 许多百姓因此活活饿死 消息被迅速报到了皇宫中 晋慧帝坐在高高的皇座上 听完了大臣的奏报后 大为不解 善良的晋慧帝很想为他的子民做点事情 经过民思苦想后 终于悟出了一个解决方案 约百姓无数米充饥 何不食肉泥 百姓肚子饿没米饭吃 为什么不去吃肉粥呢